既恭活佛慈训,有才无得亦遭魔 修道要有时有忠之道,两眼一闭 图案要把愿力与志向 摆在生命的前头 当你遇到困境平静的时候 就用你的志向与愿力作为导师 坚持到最后一口气 要知道 发心容易持之,以恒更难 除非有坚决的毅力 平时就照顾好自己的心 才能安身立命 体会到众生的心 否则你口说慈悲 对自己却一点也不慈悲 你的心出问题了 又要如何对众生慈悲呢? 所以为师才说要把愿力 与志向摆在生命的前头 以忠为始就不会迷失方向 或使情中带了 生平事后 人为你写的 唯一录是自己写给自己的 你的一生要怎么过 但看你怎么做 赔得修身,修身赔得 为师老早就跟你们说过 有才无得一遭魔 一念佛一念 魔梢已不慎 心魔加外魔 不但坏了自己的一生 还影响到你的后学 不能不谨慎啊